然後顏色的變化度慢慢去接,讓它裡面的顏色變化豐富一點 好,我這邊下黑一點點 它就會更明顯,有沒有 它就會更突出,它一顆一顆就會更突出 速度再快一點 旁邊這一顆 這很像在縫顏色 慢慢把它縫顏色一顆一顆,顏色縫上去 讓它的色彩的變化度跑出來 然後最亮的地方,要留下來我們低層的顏色 低層的顏色,那那個亮度才會夠 然後邊緣的地方,你就會上色 那你如果要上面有那個,一點一點的齁 你可以用芡草紅 齁,然後筆收乾,收乾一點齁 隨便點一下 你看 就是,上面有一個很像花這樣子的東西 你就收乾再點 它就會有另外一種層次效果,就會跑出來 齁,有沒有這種感覺 齁,你要收得很乾齁,因為你很適合狀況之下 它會暈開,那其實就沒有太大的作用 齁,就看你要不要做這個效果 你也可以把它做得很順 很漂亮齁 齁,那這邊有幾顆是綠色的 齁,很棒齁 這樣子,色彩的變化度就會非常非常的豐富 這幾顆是一綠的,我們就全部一起畫囉 好,這幾顆 好,那這顆是屬於比較暗的紫色嘛,對不對 好,這基本的顏色已經OK了 那我現在加入其他顏色 好,我來縫一點點 孤藍色 我來縫一點孤藍色 這樣它就會感覺有點像 裹粉的感覺 會有點裹粉的感覺 那我下面的地方 我覺得加紅紫色 加紅紫色齁 這顆是亮的齁 我們留下來 畫暗的地方 齁 這顆顏色暗一點點齁 因為這顆很蠻重要的齁 我直接點一些紅色進來 齁 那個芊草紅齁 齁 這顆 到下面這個地方 這些枕頭都是暗的齁 我整個一起做它 把這顆留下來 因為這顆是前面很亮的顏色 就是這顆綠色 這顆綠色的部分 留下來 下面齁 我就先一起做 因為時間可能會不夠 我做這邊 就給大家看就好了齁 我做這邊就給大家看就好了齁 這邊的形狀 裡面的形狀 它其實不是那麼的重要的齁 因為這是在暗面裡面啦 所以形狀其實不重要 到最後看得出來 一顆一顆 就可以了 那事實上就算看不出來 我們也會知道它是葡萄啊 因為這邊就是葡萄 不可能下面長其他的 欸 滿笑話 好 好這邊 到這邊 紫色 下 不過是藍紫色啦齁 等一下這邊我們要畫暗一點點齁 那下面不要畫到這麼暗 因為下面的地方是在 以這串葡萄來講 它是在後面嘛對不對 前面這個才在前面 所以你要搞清楚 前後的關係 齁 你才有辦法把層次做得很漂亮齁齁 齁 這邊水加比較多齁 讓它揉到下面來 好那我們把上面這個地方加深 齁 加深了之後齁 它其實整個就會跳出來了 齁 我加了一點點 潘尼灰進來 齁 就是為了要讓它顏色更深齁 齁 讓大家先看一下這個效果 齁 齁 我只要做這個地方就好了 我下面不要做 齁 因為我下面要讓它 從上面到下面的色彩 因為上面要把前面的地方凸顯出來 所以我要加強它的明暗的效果 齁 那這邊齁 我就隨便點 齁 但是就點出來 感覺好像有 那個葡萄在裡面的效果就好了齁 齁 這邊齁 稍微加重一點點 齁 往下加重 刷下來 來 OK齁 那這邊 這個地方齁 我也稍微做一下 齁 至少把這邊做完整一點 齁 一樣 剛才的這個紫色是可以上來的齁 讓它按一些 好 葡萄我們把它修完整一點齁 好 加紅色進來 好 這地方齁 有那個 有一隻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它葡萄的那個 梗 對 梗 那我們把它畫一下齁 用黑一點的顏色直接畫就好了齁 讓它跳出來 這邊 有些縫隙齁 你可以把它補一下 你補一下它之後它就會變得更完整 齁 它就會一顆一顆一顆很完整的出來 好 那這一顆 這一顆齁 我們做一下齁 可是你看齁 這邊 邊緣這個地方 我剛剛 我後面其實我沒有把它整顆畫得很完整 我就放掉了 因為其實它也不是那麼的重要 齁 因為你只要這邊的光影面出來 其實就OK了齁 好 那我們再來把這一顆做好齁 你看 我底下雖然已經鋪了那個顏色 並非我上面的黃色的系統 但是事實上它留下來還是有它的效果 所以你們不用怕 互相暈染之間 好像跟原來的色相 會略有所不同 有時候甚至於它可以增加它的 就是色彩的變化度 所以不用怕讓它互相的去暈染的過程 我現在用那個 珠紅 直接加綠 珠紅加綠 就會產生另外一個不同的色彩出來 然後到這邊 我用清水刷下來 然後把剛才的顏色往上刷 讓它圓起來 那珠紅色這邊 中間我再稍微微點一下齁 增加它色彩的變化度 然後綠色 稍微畫 按一點點 好 這一道畫按的 亮的 這邊就會變反光 就會變葡萄的反光 它上下會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再做按一些 好 然後這邊開始一樣齁 刷水 好 接下來的步驟順序 其實大同小異了齁 所以等一下我就不畫那麼多 讓大家多畫一點點 這樣又一顆跑出來齁 接下來就全部一起做 然後這邊的做法會跟這邊很像 還有五分鐘 我再做一下下 我可以先刷一個 藍色 藍紫色齁 我先刷一個同一個顏色沒有關係齁 等一下我們再來變 再來中間把顏色混進去 因為你有了這個底色之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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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上什麼顏色 它其實就不會 插太多了齁 插太多了齁 刷下來 這樣子齁 好 這邊也是按的齁 好 甚至於齁 我可以落一點點清水 讓它暈開 我落一點點清水 讓它把顏色稍微推及一下 那我接下來 例如說 我上一點點 隔黃 隔黃 銅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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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感覺裡面就會有 葡萄它顏色的 一點點的小小的變化度 出來 這樣子 去按四趴 就可以了 這樣微微的效果就會跑出來 那其他的部分齁 然後水把它推出來 然後下面越來越深 越化越深 紫色 紫色 顏色有點太豐富 我真的葡萄長這樣 應該沒有人敢吃 感覺就好像有毒 不會吧 其實 吃我們蛋 畫不出來的問題 那就買一串來吃就畫得出來 畫質就畫不出來 蛤 蛤 加起來後戲也會 那個紅色就表示它是很甜 綠的就表示它有點微酸 可是它怎麼會差這麼多 因為是太陽的 太陽照射 對 趙老師還有它先長出來 會長 那 它比較成熟就變質 你會看到那個 一點點的就是被偷吃 掉下來 喔,你說這個嗎? 對啊 吃掉就掉下來 好 好,大致上 整個的效果是這樣 讓大家參考一下 這樣子的感覺 好不好 那其他 其實就是大同小異 只是說 一剛開始的布局 怎麼樣整個一起畫 你不要一剛開始就一顆一顆畫喔 你這樣到最後會很難去整理 可是你這樣畫起來 你就會很好整理 好,有沒有問題 你這不能一樣 那個葉餅的地方還要做嗎? 哪裡 上面葉子還有 要,要做要做 要做要做 要做要做 那你葉麥也要做嗎? 這邊的葉麥也要做嗎? 這邊的葉麥也要做 對,那最後再加就好 你葉麥要做齁 好,你這個還是要慢慢做啦 一個一個慢慢做 因為它的那個 因為我們今天畫的有點很前面 所以它那個可能葉麥要變成要這樣慢慢做 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 對,就前面這幾個光影交接的地方 稍微慢慢的做 做出那個一個一個的感覺 你如果不要做這麼細也可以啦 只是說 如果當然你可以做這麼細緻的話 那當然就會比較好 剛開始盡量大家先練習做細一點點 所以你不用畫多沒關係 你只要把這串葡萄的整個感覺畫出來 上下都空掉 都沒有關係 因為 我們才剛開始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要做的 整張畫得很完整 你們可以畫很完整啦 因為下禮拜不上課 下禮拜真的不上課 下禮拜我就不見了 下禮拜就不見了 我知道啊 因為我知道大家 可能會搞不好 禮拜我就走人了 可是以後 10月4的話是終究解決 可能就乾脆給它練到10月4 對 是啊 所以我們下禮拜 不上課 我們又往後演 下下禮拜又是連假 蛤 下下禮拜又是連假 下下禮拜又連假 沒有 就下禮拜而已啊 下禮拜 下禮拜三 不是那個 中秋節 然後 不是還有 再下一個禮拜不是 六日 一二 沒有沒有 就是這個禮拜啊 就是這個禮拜喔 所以很快 明天就是 整個要上課 對啊 下個禮拜要上課 不 禮拜明天要上課嘛 明天要上課 明天要補課啦 明天補課 明天誰要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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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阿 我是說一般的中小學 中小學 中小學 我明天叫你來補課 沒有啦 這 如果要補課提早講 才開心一下下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想說大家一定 有人有計劃啦 欸 那個我們開學的時候 就有講過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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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記得下禮拜不要上課 他今天沒來人就不知道了耶 要公告一課 今天我覺得大家都來了耶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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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共幾個人 今天才來二十個 二十個 那還有兩個人沒來 不是啦 我沒申請 二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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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二十四個 我現在好 他的七雷人啊 一天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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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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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財到大家就全部都到了啦 二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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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錯 我算錯 我算錯了 有一個新同學請假啦 新緣請假 今天二十二個 今天二十五個人耶 這是一個人 對啊 那個新緣請假 對啊 因為他 因為他家要辦什麼裝潢 好 大致上整個過程就是這樣而已 蛤 我還是會在講 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那個梗吧 不是 支架 這是支架 這條是支架 這是那個支架 就是讓他攀騰 哦 有點切絲鐵線讓他攀騰上去的那個 那個最後再來做就好了 例如說齁 我先做齁 你 基本上你用 呃 你用膠折色就可以了啦 膠折色輕輕化就好 輕輕化就好 你下面已經有顏色了 所以他會跟著做變化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齁 那當然你可以再稍微重一點 黑折色 齁 上面的地方 再微微的做一下 齁 你要在濕的時候做喔 他才會暈開 才不會變兩條線齁 齁 這樣子的變化 齁 那到這邊可以虛掉 齁 齁你不要從頭到尾拉一條線 齁 慢慢 不見然後變 重 齁 齁 好 好 大家都懂得太好 那個我們謝謝那個中豬幫我們 跑了一趟齁 有確認料 可是還是確認料啦 有個同學少一個顏色 齁 這個是少於的 這個要趴下 幫好幫忙 謝謝 謝謝